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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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又在另一个平台和大家见面 上次你住在临时的住所 我看到你住在很开阳的地方 很棒 先说实际的事情 尼敦道的YouTube平台很需要你们订阅 自己订阅,叫一两个朋友或几个朋友订阅 另外将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是很有帮助的 大家如果是鬆动的话,可以加入我们Patreon 保证会做一些特别的节目 今晚请的Benson上来 星期六晚有什么好呢?不如轻松一点 Benson上来做了一个政治大迷信的节目 待会说内容的时候,免得拆开它来说 为什么你会做呢?可不可以简单介绍这个节目 和怎样可以看到呢? 第一件事就是,怎样叫政治大迷信呢? 因为,开始想的时候 就想一个比较贴地的节目名 然后你讲到政治尖声学 我想都会挺讲客的 第一,香港人懂所谓尖声或叫声座 都是十二声座 突然间去到一个高级班程度,就是政治尖声 最初接触的人就会觉得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就没有人去看这个节目 所以后来曹总就 不如叫政治大迷信 其实有半面是有些抗拒的 因为我不是个人迷信 我都是透过一个知识层面 或者一个理论层面的分析 去看回究竟 政局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可能性 但是想一想就说 其实第一件事 不是要人要认识你这件事 这个很重要 所以后来我觉得政治大迷信 是一个挺有趣的名字 我后来接受了 当然整个节目 现在都做了不够十集 慢慢都尝试去 塑造节目的不同面向内容 有做关于人物分析 有做关于一些历史发展的分析 上星期应该有做一些艺人 暗毛艳芳也有 当然我想现作或未来 恒常会做的一些 譬如说预测性 譬如日食月食 或者甚至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特别我们很尽事看春分 因为春分在历史上 甚至叫做这个气质 在一年开始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决定那个地方 那年的运势是怎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 自己都是跟回 在外国或者在附近 一些占星行家老师的一些做法 做一个参考 去整理这个节目 还有我有一个优势就是 第一 我不在香港 所以其实相对有一个 百分之一百空分的言论自由 在做节目过程里面 就不会有什么禁忌 或者有些什么 就是不出家的东西 那当然不出家的东西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当然也不会鼓动 或者鼓励别人做一些 犯法违法的事 我们不是这一类节目 但是如果进入一些 其实可能会发生一些 一会儿可以说一会儿 12月19日 我自己也有一个 挺自己客气的观察 不是自己客自己 不是吧 其实要发生的话 其实电影情节也有做过 所以我突然觉得 电影情节也有做过 那一个电影 有四个故事 可能会在12月19日出现 那待会儿 如果谈开有机会 我会再说一些 所以 我想暂时 第一件事 我看到的 最高都有18万 那一集说林郑月娥 那集说什么 说林郑月娥 分析林郑月娥的性格 这么好啊 很多都说一些 譬如说一些特首 一些国家领导人本身的名盘 去分析他的性格 因为我们会相信 如果性格决定命运的话 我们预先进行到 第一个层面 就是一个心理尖声学的层面 简单来说 就是说 心理尖声学 其实就是说 我们去看一个人的 譬如说 无论有人用 述素命理各方面 很多时候是 论断一件事件的 事件为主的 譬如说 你明年升官 你明年没了份工 你明年大后年 你结婚 大大后年 你生了 但是我要说 心理尖声学 我们不是针对事件为层面 是针对人的成长 和发展做一个主要层面 去分析它可能的路向 为什么我会觉得 其实心理尖声学 比起一些可能是事件 各方面更加重要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比传统中国 述素命理那种命段 去限制自己的选择 限制自己的视野 和限制自己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希望透过尖声学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信息就是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我们有很多的潜力 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 但正正因为 我们觉得 我们的命是定了 我们不能选择 我们要选择 要走这条路 甚至简单来说 你可以选择 不选择 都是一个选择 你不选择 我不做 那其实 都是一个选择 所以 为什么 相对而言 我觉得其实 那几集分析 林郑月娥的性格 其实是更加突显 更加掌握到 人内心世界 她潜在的恐惧 不安 或者甚至 在她的星盘里面 看到那种 口是心非的 那个性格 是很表露莫悔的 不要说那么多了 留一些人去你的Patreon 看 你的Patreon的号码 名字是什么呢?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 这节目 我们用了一个 一个大的 Banner 叫做东方三博士 其实 我想有另一个嘉宾 你也认识的是 杨明宇博士 东方三博士 是其中一个主持 他最主要做一些节目 早上只是和英国有关 比如英国不同城市的历史 发展 这几集就开始说一些和香港有关 因为杨博 他刚刚的书 他有些文章 刚刚搬过来 是的 有些同行家都谈了 其实我知道香港的朋友 很想杨博 做多一些香港的一些节目 因为我想现在做香港的节目 在香港真的很困难 也很理解 阿湛 其实第一 都有点而沽君作战 第二 现在越来越沽君 第二 就是说 其实你觉得没有风险 但问题不是你没有风险 是他拘捕你没有成本 所以其实 坦白说 不是说你说了A这句话 B这句话 是他拘捕你 或者他现在拘捕你不用成本 无限期扣留你 3年5年7年都可以 好像在这个中文 我们那些身份地位 比阿Q 可能要交数的时候 阿Q已经是当时社会最低层的人 我比阿Q 可能拘捕也无谓 希望 喂喂喂 你的Patreon是什么 我的Patreon叫做香港花生 Hongkumpinnet 你其实上网patreon.com Hongkumpinnet 你就找到了 基本上 暂时来说 如果是会员和非会员 我想 当然会员和非会员 比如说暂时我的节目 基本上就是会是会员先看 会员先浏览节目 接着可能一天或一段时间 就是非会员先看的 但是我想 未来如果可以 在会员有做一步拓展的话 比如说我会不会某些内容 是只能够会员先看得到的 比如可能一些日经 月经 月经真的有的 不要想得深邪 不是深邪 这个是Biology 是的 其实月略是影响人 是很重要的 第一情绪 第二其实月略很多时候 是一个叫做 contributing factor 一个叫做入 一个叫做触发因素 是触发很多事件发生的 所以其实 越刑越缺这些东西 其实在尖声上面 虽然我们说是日常生活 不会经常见到的现象 但实际上我们是不会忽略 越刑越缺 如果我们在技术性层面 技术性面向 技术性面向就是 我们可能和火星 和冲突 暴力有关的火星 或者从恐惧 和地下杀人有关的 命黄星有些上位的话 其实我们会特别小心 嗯 好 说到这里 说到这里 要进入我们今晚的正题 找你上来 我觉得是一种好奇之心 是 鞋和好奇之心 为什么你搞这样的事情出来 现在你的样子 今天是对了 白头发 哇 留了一点点 是对这些东西的了 这些就是我们叫做 image branding 我给你看看branding OK 看看吧 今晚有什么东西 今晚是说 占星学推演政局 找了王伟国博士上来 我这个标题很简单 英文就是 当占星学统治 主导 就是主导 主导的时候 会是怎样呢 我又放大一点点 给你看看 这里 这里 你看到了 是不是 另外一张 就是 大张一点 好 好 好了 你看到这张 你觉得 如何呢 觉得 我现在这样说出来 你同不同意我 那个标题 是 我是有些怀疑的 是 你有没有一些 證据显示 这个占星学 可以推演政治 我 我是有些怀疑的 不过 在怀疑之前 怀疑是因为 what it should be 但是 what it is 历史上很多人物 很喜欢用占星 左右大局 最有名的是 列根夫人 Nancy 藍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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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藍丝 不是 藍丝 是 Nancy 她 听说 她就用占星学 来影响她老公 作出政治决定 她老公 被列为 美国大总统之一 她死的时候 有国葬 在过程中 令到苏联瓦解 在列根的管治下 促成苏联的瓦解 怎样打都不够她打 不是用兵马去打 而是整个政治的技巧 政治的布局 令到苏联走向崩佩 另外 有些左膠朋友 不本以列根 和同期的戴卓尔夫人 因为两件搞的 Neoliberalism 搞到人民相当之惨 她们是这样的看法 好了 讲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你 你说占星可以推演到战局 有何根据呢 占星推演政局有何根据 不如我做过那几集节目 我抽取一些部分去讲 譬如 讲到 讲到 有一集讲到1984年 即12月10 十几日 我忘记了 十三年十九日 我回忆一下八四发生了什么事 是中英联合声明那一集 你其实都可以看 刚才是前一集 即是梅允方之前那一集 我讲到就是 为什么香港命运 当然 如果大家都经历过 中英谈判那两年多三年 那一种很阴霾 好像英国 现在这个时候天气灰灰沉沉 没来精神 甚至觉得没什么厉害的话 那你都会看到 其实在香港政府里面 都发现了香港的命运 不是由自己操纵 其实 甚至我会说 其实1984年可以某程度上 是正式 我们会定名就是 中国因素开始影响到 香港政治 一个很重要的步伐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那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 在我本里面都看到就是 其实看到1984年之后 香港 其实都不 你看到香港四五年都有一个特变或巨变的 89年 92年 97年 那你短短就是说 其实香港基本上 我由六七暴动之后 去到1980年代 基本上都是很繁荣稳定 真的繁荣稳定 就是有比如说这个 这个物理浩十年建屋计划 或者甚至基本上 没有什么大的动荡 发生的 那 所以 其实在这个本里面 我们都看到 其实香港在1984 就是在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 其实预示到香港的动荡是会发生的 当然如果说再仔细 譬如说 譬如说 政制 又或者甚至是移民潮 各方面 这些其实 在那个本里面我们都看不到 只不过就是说 那时候第一 在香港根本可以说没有人 去做政治占星学 亦都没有人 更加没有人 有一些分析或者著作 所以其实很有趣 就是 那时候阿站 我还没做节目之前 跟我在这个联络的时候 正在行超市 因为家里没有油 要买油 我今天也买了一瓶油 这么巧的 我今天也去焦急市 买了一瓶油 然后呢 你知不知道 突然间 你这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 是不是应该是一本书 关于政治占星学 或者叫做时势占星学 是针对香港 中国 或者一些东西 因为实际上 坦白说 就算我自己的老师 因为不多不少 因为他们的生意 或者他们的某些因素 他们不是太方便 去预测一些很政治性的东西 顶多都可能在英语媒介里面 会讲的 有自己的 但是在华文媒介里面 譬如说 可能我开一些班 可能有一些学生 来自中国内地 那你的老师做些这么出威事 可能其实对于那个学员 都会 当然其实老师都害怕 都灰 但是老师其实不想做 不想做 不上头记得不可以录影录音 是啊 所以其实如果我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优势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 我突然想 可以写一本 关于讲 其实不用写很多 你分析三个特首的命盘 讲讲香港大事 把我折磨的东西 其实用文字整理 可以出本书 我很相信一定会大卖 就是特别 譬如说 我有两集 我有一集 有一集 有一集有讲到 是关于隆振月娥 会不会出来选 或者他当选机会 有多少你自己看 所以如果 如果迟些真的不幸中了 那我觉得 我一本书一定会大卖 到时记得一集 我会给你一个电视版 不用你帮我帮你 好 多谢 多谢 那三件 就是刚才说的那三件 就是你说 看到出来的 这些东西 有时香港讲 就比较 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听 有些权贵 但是你又可不可以举一下例子 在历史上 有哪些人 除了蓝丝之外 那些男朋友 例如李世民 有人说男朋友 有人说喜欢蓝丝 Nancy Reagan 或者Regan 除了这些之外 有没有什么好出名的事件 那些人 就是 拿占星来左右大局 就是统治全国 或者统治整个Empire 有没有什么 好 我说之前 我今天知道你很忙 所以这个节目 今晚只有一个小时 我是没有停止了 一次过下去 各位 请现在马上留言 大家信不信 尖声可以推演政局 大家可以留言 另外 请各位 慷慨 支持一下我们节目 少少课金 多多益善 少少无拘 今晚可能 这个节目 放在9点半 我上两个星期 放在11点 和夫子做 OK Anyway 你说一说 手头上我没有资料 关于 究竟 哪些 可能是 外国皇室的 贵族 甚至皇帝 会 特意看占星 如果我没有记错 其实 英国 是有 某一个皇帝 是很信 甚至出兵 甚至打仗 因为实际上 如果战争一定要赢 其实之前 不只是技术性部署 就是一个好的事实 打仗也很重要 所以 阿湛这一条 资料性问题 我可能之后 要再 OK 没关系 如果你看回中国 譬如说 你铺头开张会责日 其实 其实 国家开国大典 都要责日 譬如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1日 下午3点 天安门宣告成立 我不知道 这个时间 有没有责日 但那时候 真的好 应验中共的 名革 为什么这么说 我这里先说一点 未来节目里面 都会详细说 中共 甚至 其实 我们如果要推中共的 命数 其实我们都要推 中国共产党的盘 坦白说 你其实 国是一个 在体 但是 执政党才是 那个灵魂所在 如果我们 拿不到中国共产党 当然我们也有 中国共产党 成立的时辰 我都推到了 所以其实 如果你要真的看 中共的命运 或者叫做国运的话 不单只看 国家盘 要看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盘 才能够 遭到整个 可能的情况出现 我先说 中国的盘 中国的盘 其实 我们会说 它跟人民有关的 升 其实就是在第一纲 什么叫第一纲 第一纲 第一纲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 你被人看到出来 第一个外貌 面貌 你连国家 国后也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就是说 国民国家 那个面貌 是让大家 在大家 展现眼前的 那当然 另一个很重要面向 如果我还记得 那本 因为理论上 应该是 比较正规一点 就是找回本港 便会更正确 可能是 憑比的益 可以这样说 另一件事 都很重要 关于中共的本 我再说 多一件事 当然 有些人开始 都说 究竟 未来中共的政策 会是怎样 我再说 很多人想知道 很多人 你知道的 我们这么爱国 我们是想国家 长命百岁 千秋万载 就是 厄立不倒 但是 其实我看回 无论是 升盘 或者各方面 大家都会觉得 第一 很多东西回不了 你看到 其实回不了 第二件事 其实 明年年初 第一 二三季都没事 但是第四季开始来了 是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明年第四季 如果严格上 我们看回历法 我自己的升益 都记下了 就是 2023年 有什么农历生年 那时候 就会是 一个和毁灭 和特变巨变有关的 星 就会和人民 和人民有关的星 即月亮 开始有一个合上 我们会找尖声 里面合上的威力 或者力量最大 好像两个力量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到时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拭目以待 就是 第四季 即是 下年的秋天 2020年 2020年 第四季 不是2023年 是2022年 是2012月 开始要用煤来取乱 开始要各方面 各方面 当然 如果是摘一正 就是2023年 应该是2月左右 真的正合适 但其实 我们会说 有 在我们的技术层面里面 其实有六度的一个 一个叫做 Obsm ORB 即是说 其实在六度之前 已经出事了 那粒星走到六度之前 已经出事了 换句话 就是说 它未踏正 已经来了 当然一定不会突然间 一声爆 一定是有一些 迹象征 会导致突发的事件发生 那 就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朋友 在看这个节目 会不会觉得 开始要 有些准备 那方面 一样东西就交给自己的决定 那 这个就是 一个比较潜水性的 的事情 那当然 如果香港人怎么办 我就暂时 暂时 放下了香港 就还没管 但是 就是 你刚才说回香港 刚才说完 因为我也特意开了明年 就是 我开了明年 香港的春分盆来看 那 应该是日食盆 因为大家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说 12月4日就是日 应该是日片食 应该是日片食 那 其实看完日片食的样子 我只会这么说 就是说 你看到现在 香港的信残政治 好像很团结 是好像很团结 大家 有看暂时报 都知道 根本是不团结的 根本呢 基本上 不同的司长 局长 特首 大家是 勾心斗角已经说得很客气 勾心斗角很客气 是更多 所以那个权力斗争 会越来越激烈 就是跟着那三年里面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特区政府 跟着那三年的政局 是不会稳定的 那 这件事 跟选举制度没有关 跟国安法没有关 是 当权力 已经是 去发展到 一个这样的阶段 一个 已经是 以为自己 大权在握 但是 你大权在握 第一就是 你 迈向 动乱 或迈向 乱局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准备点 因为你觉得 我大权力斗 什么都做得 没有人会 就是 叫做监察我 没有人会 就是 会处置我 就是 你现在 以前就是说 可以靠 基本法可以解散 解散立法 解散这个 就是 立法会 解散特首辞职 现在都没有 那林郑月娥出出来说 就是说 哇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不可能 现在基本上 但是 我觉得 任何东西 任何东西 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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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能够 勸香港朋友 就绑地安全带 我知道 有一些朋友 可能来到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或者澳洲 就进了计划 不要这么问 也不要说 就想赚完 赚完这个月 这个月有 波拿萨 有时有些钱 我觉得 是不是钱那么重要呢 那方面 我又这样看下 理论上 根据蓝丝 说 香港很太平 因为林郑也说 现在已经完善了 选举制度 由爱国者 去治港 所有参选人 都是爱国者 所谓的泛民 本土 港独 拉就拉 不拉都走清了 是不是 林郑也拍心了 香港已经没有了黑暴 香港很太平 今天李家超还说 现在已经没有了反中乱港分子的参选 大家可以拼正刚 真的用正刚去 大家看谁好些 这班人进了立法会 还多了20个 很稳定的 没理由发生这些事情 是不是 而且 谁说了事 就是阿爷说了事 照算你这班人 都敢在下面 意欲欲 搞三搞四 你想 谋犯吗 没理由 现在全部走光 不是全部走光 全部进入监 我看不到这些事情 他们之间有没有矛盾 有 人与人之间当然有矛盾 但照算 在一角之下 这些事情 慢事都可以解决 你怎么看 我想大家根本不认识中国政治 我免得在这个节目 赖蓝丝 我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如果你 仍然喜欢用方言去到充斥自己的认知 这个是你选择 等于 你喜欢把屎当猪鸡吃的 我不要阻止你 但记得吃得 大大声 好吃一点 我想 大家理解中国政治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 食甲军 什么是食甲军 什么是食甲军 就是说 本来权力 然后我下面 门上骗下 鱼肉百姓 秋水 强奸民女 诸如智女 譚永良是很好的例子 彭帅 已经是一个好例子 所以 李家超说什么 你串人没有政綱 就说人有政綱 你是不是反凤 反而 我觉得一样东西就是 你天下太平 你是不是现在去吃 这个两送饭二十八元 那你三年前 是不是需要 那些大学的那些学生 月底没有钱出 才吃褪饭 那如果香港那么赢 为什么要吃两送饭二十八元 那么折夺 虽然我又不会觉得 你吃两送饭二十八元折夺 但是你比法在三年前 你还要上酒楼 上高级食股 一夜吃二百元 为什么这么压力差 那你以前那些二十八元 那些两送饭 是开什么店 你压自己压什么呢 如果自己欺人 可以解决糧食问题 这个世界没有战争 好 你就看到 下年的第四季 一年之后 就会有大事发生 而这个大事的发生 就会延续到2023年的春分 OK 其实是开始来的 那是开始 整个爆炸的开始 叫Explosion的开始 嗯 好了 你看到就是Internal Force 刚才提到Internal Force External Force在哪里 这些星座的东西 我们都是去比喻人间发生的事 人间除了香港 中国 还有台湾 接着还有全世界 这些东西只是影响 我们大中华地区 我们叫大中华地区 台湾当然不认大中华地区 他不认 就是一般人说大中华地区 之外 世界其他地方是否有影响呢 是否各种力量 互相拉扯 其实我们有一个理论 那个理论 正如刚才阿湾所说的 为什么我们会说 时势占星学 或者叫政治占星学 不是一个这么论断呢 如果你说个人命运 你可能接触外界层面 也有效 可能你的公司 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社交圈 可能较为容易 或者较为二掌一 如何去论断一个人 可能那一年会有什么遭遇 是否会转工 会不会结婚 或者会不会生孩子 但是你去到世界层面 就复杂了 复杂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三个定义 大家的定义就是 有不同因素 有不同的面向 有不同的面向 刚才我说到 当然第一件事 就是我会看回 其实在中国的升盘 即1949年见证的升盘里面 其实我也会看到 究竟会不会有些外来的敌人 外在的敌人 会对国家求情影响 这是第一个面向 当然第二个面向就是人的因素 我记得上星期也很幸運 我看过一集是说明居正教授 然后又说明居正教授 是有做一些修炼的 除了他是做大学退休教授 有做关于一些中共研究 其实我见他对中共研究都很赞实 就是说明居正教授 就是说明居正教授 在组织的三个到四个 不同的一个派系 或者不同的力量的背景 原来他练习的功 他练习的功 他们一说就觉得很诧异 原来他练习的功能 其實他可能是做meditation 叫做靜坐 叫做禪修 或者冥想 其實我們有時候冥想會有一些圖像走出來 而那些圖像可能我自己的經驗 那些圖像是三個月到半年左右會發生的 有些朋友說 其實是預知某些東西是會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已經不出奇了 不然你不要叫我 現在做一個冥想 然後你預測半年之後會怎樣 有時候逼不了的 有時候突然間 我譬如說通靈 譬如上面通靈 然後我可能會問他 究竟會怎樣 他會給我一些圖像去看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盡量都不想用這些力量 譬如說我有遇見過 六一月之後 好像有一個人從金鐘 塔古國安城跳下來 我是看到的 我是看到那個吵 我簡直是 不過我現在沒有 我以前是喜歡在床頭畫一本《筆記簿》 夢到什麼東西我是立即畫下的 然後我也夢到 我其實是在做夢見到的 我冥想的比較少 然後有一次在做夢就夢到中聯辦被破壞 然後那次應該是721那次 應該是721那次 所以可能對阿朕或對其他人來說 覺得很不可思議 這些東西很神奇 很神奇 很神奇 喂 你有沒有犯夢我中了六合彩 我很想知道 暫時還沒有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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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了一定分點給你 謝謝 當然要幫人 現在香港很多組織是真的不夠錢 因為很多人走了 我以前也有月娟那樣東西 因為走了都沒有做 因為那些信用監督已經除消了 反而現在是香港的朋友 如果你的經濟力還可以許可 有一些應該幫的資源組織都盡量幫 盡量都月娟 讓他們繼續維持他的可以的運作 好了 你講到這件事 現在我很想請教你 你何時開始對這些政治占星學產生興趣 因為我認識你也有十幾年 一向只知道你是一個政治學者 你很多東西都很有興趣 有helpful 又很好人 我從來沒有聽過你說 你是對這個占星學有興趣 直到上幾次做節目 你突然之間說起 我知道為什麼你對這件事有興趣 原來你有興趣 其實是何時開始的 當然我出櫃的歷史 有一個方式就是政治占星出櫃歷史 如果你真的學占星 要追溯到應該是2004年 2005年 其實我第一個占星的老師 就是星座小王子 當然那些是當娛樂性 那些是當王子 他也是一個挺好的人 那時經常說梅艷芳 我那時經常說梅艷芳 那時梅艷芳 剛剛新庫那段時間的時候 我都有機會 看到梅艷芳最後一次公開場下出現 好像在銅鑼灣 好像是 他過生之前應該是三個月左右 那樣的情況 那樣可能是進醫院 然後我想第二個老師 可以點名說的就是胡恩夢 胡恩夢一定是阿澤美一定認識 是一個大美人 但是他35歲之後就適應 做一些身心靈工作 然後我2007年 在台灣那時拿了兩個 就是一個博士後的一個研究的一個位置 一個就是台灣民主基金會 都看到之前有一些 就是左媒假新聞就說 台特組織那件事 那時候就公余時間 就走了學占星 那時候跟了一個 除了跟了一個台灣老師 叫做Jennifer之外 其實那時候也有機會接觸到 梅恩夢老師 也有好人 他們也介紹一些書給我 後來準備一文書 因為那時候 說出版占星的書其實不多 然後後來覺得 當然開始的時候 未必是直接跟政治有關 但是我想是回到香港會有再學 也都學了一個三年 一個差不多是九個單元 應該是九到十二個單元的一個 一個科學程 可以讀了一個本科科學程 星期六下午就上差不多四個小時 然後也有上一些 叫做研討會課 我現在也有讀一些 可能財經尖升學 各方面都有的 也都會有上一些線上的一些 叫做研討會課 我都說回 我簡直說在倫敦 都有一個 每個禮拜都有一些線上聚會 就是講一些 那個禮拜 一些升降對於時局的影響 講一下不同地方的各方面 所以是有香港老師 有台灣的老師 也都有一些外國的老師 就是外國的老師 老師多數是一個研討會方式 我自己也要提書 或者其實 其實最重要的是 多些開盤看 你很快就會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很快你會找到一個模式 你就很快解讀到一個盤 他想帶出來什麼訊息 如果這樣說回 其實整個學習星星都差不多 零四年 到現在都 十七年 是的 都十七年了 很久 還有你怎麼說 真人不路上 大家 我和你做朋友這麼久 做了同學 完全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知道你在其他方面 發表了很多意見 很有你的看法 有論述 對中港台事務 甚至有一次 一年多之前 找你上來講美國的總統選舉 你都講到 頭頭是道 但一句都沒有提 尤其是那次總統選舉 你一句都沒有提天星學學的事 我還記得那集很深 那時候我經常覺得 有一個心理障礙 就是 什麼心理障礙 是 沒有一個衝突 但我覺得 兩件事其實 不是一個衝突關係 其實是作為一種深化整個分析 或者你給到另一個面向分析 一個例子 大家都很關心拜登健康 拜登入了醫院做 這個 搶檢查 現在 副總統做 坐正先 明年 明年 其實就是 美國 冥黃 星 玫瑰 大家都很擔心 發生什麼事 什麼叫冥黃 節目 又送一個小禮物給大家 好的 我們喜歡聽具體例子 除了喜歡聽論述之外 當然 當然 明星 玫瑰 其實 因為 美國已經立了十段長時間 人們就不可能經歷明星 因為人們不太長名 所以 如果是一個國家 明星 回歸的話 大家都會擔心幾事 其實可能 那件事其實不需要用什麼所謂占星知識 其實有一些叫病症或精像已經出現了 大家很擔心拜登的健康 再加上拜登也是天傑座 天傑座的守護星也是命王星 那就很巧合了 天傑座的守護星命王星 然後命王星又回歸 大家很關心拜登的健康 那會不會大家很擔心拜登做不得完任期呢 這是一個可以留意的地方 第二個留意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說命王星回歸 一個回歸其實就是要重新檢視 因為命王星其實在尖山洋裏面是一個 我想是最大 最大以簡單來說 用我們一般人認知是最大 什麼叫最大呢 就是因為它是代表一種轉化恐懼 或者一種地下力量 譬如說石油和地下資源 都是和命王星人歸 我們會說美國的影響力 或者美國的經濟影響都很大 那就是說其實整個美國的影響 會不會因為這次命王星回歸 有一個根本的改變呢 那暫時大家反而會看到就是說 譬如說因為現在疫情之前 美國或者很多國家推出一些 證清經濟措施 大家都很擔心就是說 因為現在第一個供應鏈斷殺 因為疫情或者因為船運各方面 如果有朋友寄東西 你都會看到現在的船運都好像 要寄很久 遲一個月、遲一個月、遲兩個月 如果你說真的貨運 你船運這麼遲 其實很大影響 會不會反而是整個供應鏈出現一個 好像短期之外都修復不到的問題 會令到整個全球經濟 會透過今次所謂 就是命王星回歸在美國 而美國是一個影響世界經濟 其中一個重要的國家的話 會不會都是帶動 會影響到全球經濟 會出現一個不穩定的現象 那其實中國都會受影響 不要說覺得 美國壞、中國好 現在不是了 其實不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如果你美國壞 其實中國也不會好得去滅 因為坦白說你中美之間 其實很大程度上 你中國也要靠美國入口糧食 或者某程度上 甚至你說說到能源 就是時事評論 問能源 你現在澳洲媒體都盯著 現在給它 可以讓它清關了 那就是說 要死死地氣 認衰了 然後就是澳洲媒體 如果不是 你究竟 今年冬天 在中國內地 會有多少人 因為能源不夠而凍死呢 那這個真的很難說 現在呢 除了有Delta之外 我告訴你 還有一種病毒 就是那個 COVID-19 或者俗稱 武漢肺炎 叫Omicron Omicron 現在呢 很厲害 很厲害的 南非 非洲的國家 就是重災區 全部都已經封了 具體還封了 不讓飛機來香港 具體的 麻煩大家參考新聞報告 我都說過 不止一次 本節目呢 不是一個新聞報告來的 如果要看新聞 你就很方便的方法去看到 也不在學術研討會 當然我們會 盡量 一個主題 但是呢 廣東、廣西 兩個朋友坐在那裡 喝杯咖啡 聊聊天 我喝一口咖啡 給你看看 聊聊天 就會 大家舒暢 尤其是星期六晚 大家都是放鬆的 說多了這隻東西 話聽說很毒的 OK 其實呢 其實呢 我有一集都要做 就是幾時 整個疫情真的會完 但是暫時 如果是跟疫情有關的海黃星 其實仍然相遇了 我想 真的要完 真的要一段時間 剛剛站這樣說 我現在都推盤看 推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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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你要去完 很難 現在還要逆行 嘩 嘩 起碼要他 至少 去到 先看 嘩 先看 嘩 嘩 先看 我想 如果真的要 under control 樂觀一點 2021 2022年 我想可能 明年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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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2022年的年中 就可以穩定 年中 叫做可以穩定 我想現在關鍵就是 無論你的病毒變好種也好 如果不是導致到一個很大的死亡率 以及整個醫療系統 因為很多人進入這個深切治療部 而崩潰的話 其實我想 在歐洲 甚至英國 人們會覺得 新冠肺炎 也叫網上肺炎 應該是重感冒 還有 這裡打針 譬如我自己也打到第三針 所以 希望打針令到病發時候的 complication 就是 病發症 病發症 就是 少了 希望只是當普通感冒 累 骨痛 睡幾天 就希望沒事 嗯 要等多半年 等多半年 希望有些 有些 柱光 等多七個月 希望形勢好 因為現在真的很不方便 告訴你 影響經濟 我們生活 很多事情 譬如約朋友出街 你去吃一頓飯 打牙膠 就不是純粹為了吃 到十點鐘 大家要走了 很沒忍的 香港情況 大家都明白什麼事 政治病毒 醫藥其實是一個政治病毒 在這裏我想快些 只剩下時間 十分鐘多些 哪位有什麼問題 想請教王偉國博士 可以馬上留言 叫王博士 看看可不可以回答你 可以回答你 還有大家 如果方便的 也可以慷慨解囊 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即是我們現在做YouTube的人 即是做節目的人 我們都需要你們支持 因為大家明白 香港主流傳媒 根本就可能沒得到 大家幫忙 我們當是一個街頭賣藝 這樣擺盤在前面 你們就 慷慨支持一下 有什麼問題 去問一下 去解一下 剛才我們益了少少 美國將會有些 一命黃星回歸 可能是有些 大鑊事 大家很關心拜登的健康 因為始終他都79歲 去年選到時候78 現在應該79 其實不要看清楚 人家78、79 是他 有些78、79 都很健康 我見過 是不是 真方 我見到 是啊 不過他不夠健康 他的腦態很厲害 不過我相信他的思維 都是清晰的 你給他坐到美國總統 都不是簡單的人物 不是簡單的人物 繼續說一下 說一下 在節目之前 我曾經說 我一定會挑戰你 你說這些 說到剛才似乘乘 如數加真 說出來 似乘乘的論述 我很挑戰 你可不可以 你是盜人為信 你怎麼反駁 還是你覺得 其實 很多力量是互相拉扯 而只不過 我們暫時 我們的知識 未了解到 你怎麼看呢 如果我 我要問你 你是否盜人為信 如果盜人為信 這個知識 知不知知識 如果計算 兩千多年歷史 你怎麼仍然存在 甚至其實 尖聲學 去到二十世紀 有幾個很重要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 就是 他加入了心理學 有心理尖聲學 第二件事 就是隨著軟件的開發 甚至有所謂移民尖聲 我會說 其實尖聲 不是只看星盤 其實我們看地圖也可以 譬如說 一些朋友 會不會覺得 你來英國住會 適合呢 透過你出生年月日和事實 也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說這件事是迷信 我覺得迷信有時候 有一種態度 就等於我們說到 就算你說科學知識 甚至你說打疫苗 有些人覺得你迷信 你迷信就是 這個 打疫苗 是不是解決所有問題 各方面 所以我覺得 迷迷信不是知識本身 迷迷信本身 其實是你對知識的態度 我不斷都會強調 就是 尖聲學裡面的解讀 或者一些分析 我們只不過是透過 在星盤裡面 不同星的上位 作出的一些描述 但是描述背後 一定要建構 或者叫做 脈絡當地的政治社會 經濟文化外交 各方面的情況去說 就不是回事霸道 就是說 你說到 譬如說 明年 年尾 到 後年 年初 中共的變化 特別跟人民 雷食 安全感有關 你想想 如果你說連家教 又不能做 連煤發電 取消 家教就是補習 就是補習 對 我覺得 人民有強烈反應 這個很正常 這件事 當然 你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都覺得 在中國內地 很多五毛 很多小粉紅 但實際上 在中國內地 也有很多很正常人 他們是要生活的 要賺錢 他們都會覺得 要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而只要你發覺到國家 比不了的話 它久而久之 真的會有一種 不安不滿 恆生出來的那種能量 會出現一種 其實 你看看中國歷史 其實那件事情 會再出現 明朝 清朝 唐朝 漢前末年 出現的一個現象 所以 我覺得不奇怪 我只是這樣說 既然我有這樣的技術 我推到這樣的東西 我只能夠盡量做一些事情去預防 做一些事情去把自己的損失減少 你覺得那個預測 第一件事 你可以說不准 但是還沒發生 等於我之前說到 林鄭會不會年日會不會成功 12月10日發生什麼事 那你就看看到時發生什麼事 你要打爛我的招牌 很快的了 三個禮拜之後 對 不過這樣 黃偉國 Benson認識你這麼久 我覺得 你說心理 什麼什麼 心理什麼學 占星學 占星學 我就不懂這些 不過我覺得 性格 都可以決定了很多事情 譬如我見到 我有個朋友 十幾年前 一些舊同學 有一次聚餐 坐在一起 當時 中學都分幾班 他說 阿習 對 當年中午 我和你不同班 我好像不同班 對 你不是精英班 是嗎 多謝你提醒我 我不介意他這樣說 他這樣說 我覺得這個人 這麼率直的人 不懂得說話的人 你在職業 都不會有什麼成就 事實上 他一輩子 只是升了一級 哈哈哈哈 你這樣說話 大家同學不見幾十年 第一句提醒別人 你當年不是精英班 我不介意 其實是不是精英班 是不是什麼班 都無所謂 後來幾十年後 有很多變數 有些人也未必說 讀哪一班一定是職業 不是讀那一班 一定職業不職業 或者有些人 都很看法 所謂職業不職業 職業不職業 都要職業吃飯 你這樣說話的人 怎麼會職業得職業 老實說 我看中 他一輩子只升了一級 哈哈哈哈 阿習 當然 每個人和人 我們會說 跟人打招呼 跟人聊一句說話 你大致上都能掌握到 他什麼性格 當然 如果他說升了一級 可能 我們會覺得 這麼多貓 做了這麼多年 就是升一級 但我不知道 他升一級 是否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人工照顧 或者起碼有份工 也算是收入穩定 反而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 我又沒有串 就是 咦 為什麼你們記得這件事 你的眼神在哪裡 我都會串一串 我又沒有串 我說 多謝你提醒我 哈哈哈哈 不過 就是這樣說 我細續一點這樣說 黃偉哥 那些口臭的人 就是 無時無刻口臭的人 有時浪費了一生很多的機會 有些人 他是很口臭的 他說話是不會令你舒服的 每句小節的事 他不會令你舒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那些人 都不是沒有才幹 但一輩子都是 因為你自己趕客 你明白嗎 他一輩子都不會讚你 讚人 我覺得讚人就是擦鞋 如果我說事實 那些怎麼算是擦鞋 那個人穿的衣服是漂亮 他的衣服挺漂亮的 我說的事實 也不是擦鞋 你連這句話都說不出 你一輩子不乖 就沒有運行 為什麼要記得 你不是正經班 你認識一個人 你有很多面向 你見面 沒有禮物 就說你不是正經班 你等於說 阿適尼 你還是這麼多貓 人家不會這樣 是 我們當然不會這樣說 稍為成熟成熟的人 都不會這樣說 而且這是社會的場合 其實是沒有利益衝突的場合 舊生大家去吃飯 聊聊聊聊 我心想 你這麼小都沒有運行 我不是記仇 而是覺得 他不是我唯一一生見到這種人 因為他的口實在太瘦 為什麼會口袖呢 可能是天生 可能是家裡的成長 可能他根本是沒有運行的人 所以就很粉絲 是否自卑呢 是否有些自卑呢 是否有些自卑呢 有這樣的可能 你是正經班 我是正經班 你不是正經班 但是他想正經班 是不是一個精英呢 你最慘的是 你想正經班 你不是正經 是比你不想正經班 你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他都挺慘的 其實當年他是精英 是你那間大學畢業的 你能進去 當年進去 像我那樣的年紀 我那樣的人生階段 進去你那間大學 讀書都不差 不應該是這樣 不過我勸 趁這裡題外話 大家就不要口袖 大家相處是開心的 你猜現在互相尊重 我不是去虛偽 而是你見到一個人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如果要讚他 你當然找到十樣東西去讚他 如果你要踩他 你一定找到十樣東西去踩他 問題是你的選擇 選擇 或者他家裡的父母都是這樣的 他的親戚朋友都是這樣的 他不知不覺之中 別人說是身家 是copy了 有句話叫 他就說 孩子 don't listen to their parents but they copy them 哈哈哈哈 你教兒子 你說什麼都沒用 你自己身教 他會否copy你 你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 真的是 我想問一個觀眾的舉報 好 我姓陳的陳秀胸 他說 尖心和術素 是否很多時候才會引證到 很多時候 是因為未發生事 所以我今次做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就是對於特首選舉 究竟林鄭月娥會不會成功連任 以及十月十九日當日發生的事 我不是事前才引證 不是事後才引證 是事前才引證 即不是馬後炮 不是馬後炮 叫做天氣報告 當然希望不准 因為大家都覺得 林鄭是一個很重要的facilitator 很多facilitator 如果沒有林鄭是facilitator 整個局就去不了 還有十月十九日也是 即是說 如果那天風明浪靜 你又投票率低 你沒有遮採訪 但如果十月十九日有事發生 你那件事是把 投票率低於遮採訪 那件事 是用遮採訪 遮採訪的話 其實可能這就是 當局想見到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回答一下 邵紅的問題 當然只不過希望 就是 只不過希望十九日那天 就不要有什麼事發生 我覺得如果任何事 都令到當權者 可以有藉口 可以做一些當年 立粹德國 德國國會縱火案之後 那種專門 大大捕 好了 講到這裏 我都希望 太平的 我不是黑心的人 既然定局 所有現在是愛國者治港 完善了選舉制度 按照計 就沒有事發生 沒有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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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最後 你要離開了 我知道你今天還有其他會要開的 你是不是有一本書 介紹給我們看 是啊 那本書 那本書叫什麼 今天關於這個占星 我應該也介紹一本 基本的書 給大家認識 因為 我想也有一站 讓大家知道 第一 都希望未來 或者現在看這個節目 關於一些 和時勢占星學 政治占星學 有關的政治代迷信 大家慢慢建立一套共同語言 大家都會聽得懂 當然其實我們的節目 都會給一些 朋友沒有打算學的 都有一些相關的描述解說 參考 參考 正式占星課 作者魯道夫 這本書應該是出了第二第三版 我想這本書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華文第一本 真是由台灣人寫的占星書 所以其實 你不需要看英文書 要查字典 或者有一個預言障礙 或者有一個預言障礙 第二件事 其實他都很握要 將一些占星學知識 那可能 你去駱駛占星學院讀 可能你要讀 九個單元 都要很貴學費 都要很貴學費 我正想問 是不是學貴很貴 那些 那些 又不算真的很貴 但是你讀整個單元 讀整個本分科學 當然是貴 這本書給了一個 握要 和一個充分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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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行上 有一本是第一版的 面不同 占星傳 這麼大本 這麼大本 對 本身這本也很大本 我都看到你的 有些 有些 sticker 你很認真 然後在這本書裡 我想有一件事最棒的就是 譬如說一些尖心學基礎理論 怎樣看升盤 或者一些恆星的星座和上位 公位解讀 甚至大家很關心 流年預測 升盤整合 譬如說我要看合不合呢 你找你和你另一半的升盤合起來 都可以看大家合不合 其實都作為一種大家提升大家互相認知層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分析工具 亦都有一些進階技巧的方面 所以這本書可以涵蓋著一個 我們讀占星裡 其實要學的一些重要的知識和課題 當然這本是舊版 可能新版都會有一些課題 或者一些題目上面的調動 好 我再問你一件事 中國歷史上都有尖心這件事 是指微紐數 指微紐數 這本主要是講西方的尖心學 西方的 好 我如果有機會 將來就會佔你便宜 好 祝你 祝你 說多些具體例子 讓我們不用上去Patreon 不過其實 阿黃偉國的Patreon是值得去看的 裡面有些東西你外面真的聽不到的 原來是說得挺好聽的 你可以再說一次Patreon的名字出來嗎 我怕剛才觀眾不記得 我的Patreon的名字叫做 《香港花生》 因為其實我們的節目都是東方三博士 一個大的節目 大標題裡面其中一個部分 我們有馮英倫 有吳可宇博士 也有英吉利廣場的楊榮宇博士 以及我政治大迷信 支持花生台 即是支持東方三博士 也等於支持我這個節目 所以大家可以在Patreon上找到相關的連結 也歡迎大家訂閱 也答應大家當資源更加多 或者慢慢時間各方面 找到其實節目的路 因為坦白說 都做不夠十集 其實都要做不同的節目 去找到節目的定位 其實大家想看什麼方面 都希望意見、評語、批評各方面 當然善意批評或者一些建議 都可以接受 如果惡意批評的話 你自己吃回去 好 在節目結束之前 你剛才說了一些 好像都是比較negative的事情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 一些positive 根據你所認識的占星學 會有什麼positive的事情來呢? 正面和負面 包括炸妹發達 正面和負面 其實是一個 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如果那件事已經是爛到腐敗不堪 整個體制結構已經是無藥可救的 其實你真的需要一個過程 其實是將它毀滅、瓦解、拆毀的 所以 譬如說 剛才我講到冥王星 講到Proto冥王星 如果大家都 你可以上網看 冥王星本身原始的希臘神話 大家都知道其實它是地下之王 然後 它叫冥王 是的 各方面的故事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說冥王星 除了毀滅之外 其實都是一個很豐富的地下資源 就是說 如果我們人要突破 要重生的話 其實是一定要有冥王星的一種力量 或冥王星的一種勇氣 去將以前的書式帶 離開一個珠式帶 等於 什麼帶? 珠式帶? 珠式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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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譬如說 等於這個節目的朋友 既是有一些香港朋友 現在可能晚上 十點多看這個節目 也可能有一些在英國朋友 下午四點多看這個節目 有一些可能住在 多倫多 哦 紐約 如果有多倫多 就可能九點多 是 九點多 九點多 我有個世界時尊 在我附近 因為有時候也有不同朋友 有朋友在溫哥華 有朋友在溫哥華 所以無論是什麼 中數看這個節目 等於 我們會說 既然我們要接受 現實不會是這樣 我們唯一的方法 就是我們怎樣 用人類的 公義 人類的那種善良 但那種善良 不是一種 無腦 或者是一種 純粹是同情 而一種是破苦尋舟 你是一個人類基本需要要求生存 安全感 但也更加重要的是 如何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無論國家在香港 或者在其他世界各地方 可能在倫敦 曼徹斯特 多於溫哥華 所以我覺得 還有一種善良 還有一種善良 你原本家如果已經是沒有了 你原本家已經真的不存在 你有沒有能力為自己 為你的族群 為你自己的社區 建立你一個家 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 這個也可能突破了我們 香港人始終都不是一個苦難民族 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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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到 不想學猶太人那種苦難 2000年 可能你苦難才會 令到以色列人那麼強環 很可憐 2000年對猶太人來說 真的很可憐 有個字叫什麼 他們叫做 Diasp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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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 多謝你 以後多點支持我們節目 多謝你 你貪心 你家裡現在真的很漂亮 後面 看得出來的梳化很漂亮 有機會去你家裡睡廳可以嗎 歡迎 睡廳也舒服 好正 多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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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